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距离地球约201.5亿公里 然而在2022年1月24日 旅行者二号在距离地球185亿公里时 NAS工程师向旅行者二号曾经发送过一条指令 要求他旋转360度并较转机在磁场仪器 这是一个很常规的操作 旅行者二号应该能够很快地执行并返回数据 但是令人惊讶的是第二天的谣策分析显示 旅行者二号并没有按照指令执行任务 而是出现了无法解释的延迟 这就好像旅行者二号拒绝了人类的指令一样 这种情况让NAS工程师非常担心 因为如果旅行者二号不能按时关闭不需要的系统和设备 就会导致探测器上的电量被大量地消耗 无法有效地节约用电以便于延长探测器的使用寿命 而旅行者二号的电源来自放射性同位素热电机RTJ 这种物质是需要衰变后产生热量 再通过热量转换成电能 随着时间的推移 RTJ的功率会逐渐下降 就会导致失去足够的电力来维持起科学仪器的运作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NAS工程师不得不远程施救 通过故障自动保护硅程关闭旅行者二号搭载的一些科学仪器 以弥补功率不足 并通过一套备用系统对旅行者二号进行了全面的检查 想找出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旅行者二号拒接指令 经过几个月的排查和调试 NAS工程师终于发现了问题所在 原来旅行者二号在接收指令的过程中 由于其所在位置距离地球太远 信号传输需要花费很长时间 并且容易受到太空中其他物质或辐射的干扰 这就导致了旅行者二号接收到的指令出现了错误或缺失 使得探测器无法正确的识别和执行指令 同时 由于旅行者二号上的一些软件或硬件已经老化或损坏 也影响了探测器的运作效率和稳定性 于是 NAS工程师对旅行者二号进行了一系列的软件升级和硬件调整 以提高探测器的信号接收和处理能力 以及对抗干扰的抵抗能力 经过这些努力 旅行者二号终于恢复了正常 重新执行了之前的指令 并将数据发送回地球 旅行者二号是有史以来运作时间最久的太空探测器 因为旅行者二号的发射时间比旅行者一号的发射时间提前16天 这是由于旅行者二号选择了一个较慢的轨道 利用行星的引力弹弓飞往天王星和海王星 而旅行者一号则选择了一个较快的轨道 直接飞向太阳系外围 旅行者二号和旅行者一号都是历史上最伟大的太空探测任务之一 他们探索了太阳系四大巨行星木星 木星土星天王星和海王星 旅行者二号目前正在执行其研究星际空间的扩展任务 截至到2023年10月16日已经飞行了46年一个月26天 也就是16834天 这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成就 旅行者二号是有史以来运作时间最久的太空探测器 它通过美国宇航局的深空网络保持联系 根据美国宇航局的网站 旅行者二号目前距离地球约201.51公里 其信号传递到地球虚用时超过18.5小时 它的速度约为每秒15.4公里 每天飞行约133万公里 旅行者二号由三个放射性同位速热电发电机提供动力 每个发电机有24个步道238球 并在发射时产生157瓦的功率 由于步238的衰变 发电机的输出功率随时间逐渐下降 预计到2025年 发电机将提供不足270瓦的功率 这将导致科学仪器无法运作 并停止传输科学数据 旅行者二号携带了11个科学仪器 用于研究太空中的物体和现象 以及在探测器经过它们时能进行天体观测 其中有些仪器已经失效或部分失效 有些仪器则仍然有效 旅行者二号还携带了一张金盘唱片 里面有地球上录制的声音和图片 117张图片和用54种语言问候的声音 唱片有播放说明 并且还包含有我们星球未知的详细信息 它的目的是向任何可能拦截 这艘空间探测器的外星智慧 生物提供关于我们的信息 旅行者二号的这次叛逆 并不是它故意要反抗人类的意志 而是由于一系列的技术问题导致的误会 旅行者二号并没有自我意识 它只是一台按照程序运行的机器 目前旅行者二号已经在太空中飞行了46年 它见证了太阳系内外的许多奇妙景象 也为人类提供了许多重要的发现